兰花是于此乡的三宝之一 其中达摩品种的国兰曾经一盆喊价上千万元 不过现在国内国兰栽种成为大陆韩国的疫苗场 并且主要的外销过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 国兰外销全面停顿 去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在中国大陆 导致我们现在国兰 我们国兰有40%以上几乎销的是中国大陆 然后现在中国大陆的口岸都不通 然后他们现在市场也没有人气 所以整个台湾国兰现在在外销 大陆市场方面几乎是停摆 人货柜都不出去 然后像后面这些本来是要出大陆或韩国的 现在也都停止下来了 几乎没有办法下出去 花农也指出目前兰花主要输出国就是韩国及大陆 但现在都是重灾区 造成于此乡的兰花都无法出口 我们这次兰花就受到这次武汉疫情的关系 所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韩国也是重大灾区 包括大陆整个都是 因为我们台湾最主要的国栏输出国就是韩国跟大陆 影响非常大 现在整个花团完全都没有办法出货 协议员陈焦宇表示 因为疫情影响到鱼池香兰花出口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呼吁农政单位协助帮忙 西梁兄的南非英勇还是都是小翁 我们韩国最大众的一个很大的农作物 但是今年因为武汉的一个疫情 然后韩国的受到重灾害 所以造成我们很多的兰花相关的外销 造成很大的一个自销 我们这些农民这么辛苦 看要用什么补助的方式 可以来赶索三天 造成也会马上来跟我们农政单位 透过我们留意 希望我们的农委会能够尽速的来下乡 来关怀我们这些重伤害的花农 期盼农政单位能够了解到 鱼池香花农的苦境 并紧速下乡了解地方的困境 并协助花农来渡过南关 记者邱品义鱼池采访报道